所以说我一直有种感觉 你刚刚也用了这个字 就是宪法 我一直有种感觉 在我看各种各样的 有关于台湾的教改的情况 跟台湾教改的结果 那就是台湾 因为它的课纲的设计 而导致了台湾的教科书的内容 这整个一条线是违线的 我这个说法 如果你彻底 如果你彻底把中华名为建议 彻底执行的话 是的 我们会从这个角度说 未来你到底是希望 对方是你一个人生发展的资源 还是对岸是一个 你永远要对抗的恶魔 我觉得这两个 完全让你对未来的人生 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你从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克纲这件事情有问题 我在国中教了二十年之后 我就进到高中 高中我教中山女高 那个时候是民国八十五年吧 民国八十五年 我们那时候上的时候 还是原来的教材 大概呢 所有的古文 可能都有五十几篇到六十篇 那个时候 等到呢 九五战纲 他在九十三年时候宣布 九十四年要实行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很多老师就发现 为什么篇数只剩四十篇 当年不是有六十篇 你怎么剩四十篇 他就说因为节数减少了 没办法 从那个时候我们会关注到 你减少哪些篇章 然后我们还发现 就是我们原来上的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他也被三教变成一个选修科目 那也是让我们非常讶异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老师 你会发现 我们在讲很多概念 你要从源头溯源起 那么我们如果讲到 譬如廉耻 那么我们就会讲 是不可以无耻 那谁说的 那是孟子说的 对不对 这就是孔孟之道啊 那么我们在讲到 岳阳楼记 范宗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当然是士大夫的 士大夫的情怀 当你把文化基本教材删掉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它都没有了依据 就是等于它个人概念 而不是我们一个文化系统 所以我们觉得 你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它不管叫中国也好 叫中华也好 这个文词 当然你有你的政治目的 但是我们不在意 但是我们觉得 你这个东西 你把文化系统根都删了 你还叫老师怎么教学 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国文老师第一个叫痛 我们就跳出来了 那么跳出来的时候 我们呢 当时找了很多文化界大佬 你许卓云等等等等 那么而已呢 余光中先生来领导 因为他以他的林林辈分等等 他有这个领导的资格 那么余老师那时候已经70多岁 但还是一懦无耻 然后呢 每次从高雄奔波到台北来召开会议 因为他要来 这个还会成为众所瞩目的目标 那些报纸才会登 我们小老师讲话 没人会理我们 所以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们注意是先注意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我们的国文科 怎么把根给看了 我的感觉啊 一面听你描述这个事情 我一面意识到这个整个的事情 一面谈教杆 这个整个这个事情 后面有非常绵密的 非常细致的思维 它的手段呢 我可以用大家熟悉的几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温水煮青蛙 就是等你意识到水开的时候 你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然后我再想把话题暂时还是停留在克刚这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国家编译馆这个事情 国家编译馆变成克刚 国立编译馆 对不起 国立编译馆变到克刚 这件事情 在现在我们看得清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 这个在克刚或者是教材上面的一种改变 可以说是一种思维的改变 导致了这种行为上的或者在执行上的改变 这个改变在当时是怎么样子的被提出来的 还是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所谓的教改 这种改变在白皮书里面 然后大家你们自己去看去 对不对 为什么这国立编译馆可以编呢 那这不是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吗 所以要让各出版社它都可以编 所以这就是从那个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追溯源 都在那个概念都在那个白皮书里面 然后一路下来就会出现了各个版本 那么各个版本它出现之后 它当然它就会根据它的市场需求 然后去调整它的版本内容 但它不能够脱离克刚 越克刚是要考试的 所以大约如此 对 所以基本上还是 所以每个版本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版本的文章它选的比较怎么样 那个版本又怎么样 谈历史这个版本对有些素材特别凸显 那个版本又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它还在克刚下面出现的 好 我们谈到现在 我要麻烦段老师为我们做一个 刚才谈了这多少 这大概半个钟头的这个一总结 就是你能不能够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教改之前跟教改之后 你所看到的中华民国或者台湾这个地方的教育的方针 有多大的变化 这个部分我们就拿 刚才您谈到国立编译馆 跟克刚之后出现了各家出版社 他们的编本 他们所有的书在一开头都会有个编辑的大意 对不对 它的主旨 在国家国立编译馆的时代 大概我们看到的国文 然后公民历史课本 它都会是一个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概念 对 我非常同意这句话 对 这句话非常重要 它的概念一定放到最前面 所以它的地理概念或各方面概念 它都在这个下面去发展 那么可是等到克刚以后 它的概念就偏向是台湾 所以我们国文的课程选择 就是要用台湾的人讲台湾的故事 就这个概念就在108克刚就彻底实现 那么至于历史的概念 它就会说以同心圆理论 那么以台湾为主 然后其他的中国拉等等 一圈圈下去越来越淡化 那么到最后出现的课程就是在小学 我们只看到台湾的社会 介绍台湾东西 我们看不见中国 而在罗里历史课本它是最清楚的 可是在国立编译馆的时候 它是一开始先介绍中国 然后再说台湾的出现 它两个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现在的课纲下面的历史课本 它会在小学它只有台湾 国中它的开始介绍中国 篇幅有限 所以中国概念被大幅减少 那么到了108克刚 它的中国的介绍 从商朝 周朝 汉唐 然后一直到唐宋 元明清 一册里面全部讲完 小学没有 国中一册全部讲完 然后接下来就是谈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等等 这些等等这些 它的中国史 它的中国史 至于呢 它的台湾史小学讲过了嘛 国中的时候也用两册讲过了嘛 高中又用两册讲过了嘛 所以那个是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至于这重复中间 从古到今 它如何去谈日据时代 就那时候先叫日据 先叫日治嘛 对不对 因为清也是清治嘛 日也是日治嘛 都是平等的嘛 那中华民国的治理 国民党当然字也不好嘛 等等 这种写法史观的变化 当然也都是出现在 课纲以后的历史课本 各个课本都有变化 但是如果您要讲这么明确的话 历史课本的变化是 一翻开就清楚明白的 所以说我一直有种感觉 您刚刚也用了这个字 就是宪法 我一直有种感觉 在我看各种各样的 有关于台湾的教改的情况 跟台湾教改的结果 那就是台湾因为它的课纲的设计 而导致了台湾的教科书的内容 这整个一条线是违线的 我这个说法 如果你彻底 如果你彻底把中华民国进化 彻底执行的话 是的 对 所以这个命题或者这个定义 应该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你只能问我们个人意见而已 当然个人意见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把宪法 拿来检视 应该是 但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高层 都是法律专家 他们什么法 不能够用他们的方式去解释呢 当然 这也是问题的所在 对不对 你用律师来做这种事情的话 当然你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可是你不管你怎么样讲 现实摆在眼前就是违线两个字 这是我强烈的感受 我不一定说一定段老师 你一定要同意我的说法 只是我趁这个机会把我的这个感受提出来而已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历史都不会把自己国家历史 把它简化到这个程度 只剩国中一个学期 高中就进到东亚史 所以12年的国教 谈中国史只有国中一个学期 那这个违不违宪呢 这当然是可以质疑的嘛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谈话 跳到另外一个框架上去 这就是 你刚刚说教凯是30年还是40年 因为我查了一下 30年 因为好像从80年开始的话 80年90年1110年 应该现在因为现在是111年 现在是111年 我现在是2021 我是从20年代 对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从中华民国 通常会这样回聊 所以不管怎么样 30年40年 我的这个想法是40年 你能不能为我们检讨一下 这40年来台湾的教改 对台湾造成的短期 应该还是说30年吧 好 那就30年 30年 短期或长期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短期或长期 短期的 短期是 你这个短期是多短 我完全有你定义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30年下来 您所看到的现在的情况 以及您能够 英文叫project 就是您能够往远处去想的话 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以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您的意思是说 这30年算是一个短期 对不对 以长远历史 这30年是一个短期 那么我们再算教改 大概都从民国83年 那么410大游行开始算起了 那么等到它真正的远则下来 然后写成了白皮书 然后开始执行 大概这20多年的时间 在这之前 其实历史课本什么什么 已经在开始稍微的变化 就是在这灯灰主导之下 其实已经有点变化 然后大型的变化被我们关注 应该就是从民国大概90年以后 民国90年到现在这20几年 是最终的 是最终的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